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另外一種分類的方法 我們前面教坡根據是不是需要介指有分做力學坡跟電子坡 另外一種分類的方式是根據運動方向來分的 根據坡的前進方向跟介指的運動方向 我們分做所謂的重坡跟橫坡 重坡跟橫坡 什麼叫重坡什麼叫橫坡 如果坡的前進方向跟介指的運動方向互相垂直的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橫坡 又叫做高低坡 因為它看起來高低體幅 上面的照片 圖片 坡呢 向右邊前進 彈簧是上下運動 所以上下跟水平互相垂直 所以呢 我們叫它是個橫坡 像我們上課的叫水坡是橫坡 事實上水坡並不是單純的橫坡 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狀況 可是我們國中不管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橫坡 還有繩坡抖繩子也是橫坡 還有一個叫光坡 光坡也是橫坡 可是你說老師剛剛不是講說光不用介指嗎 那你怎麼有什麼介指的運動方向 光坡是橫坡的原因 要上大學以後才會教 你只要記住光坡是橫坡就可以了 好對不對 那互相垂直的我們叫做橫坡 如果互相平行的呢 我們就叫做重坡 照片上 圖片上的彈簧 彈簧是左右動的 坡呢 是向右邊前進 所以它是互相平行 所以這種呢 我們就稱之為重坡 因為會一疏一密 所以又叫做疏密坡 我們未來就會跟各位講的空氣傳聲音 深坡 空氣傳聲音的深坡 就是一個重坡 重坡 所以請你要背好 什麼叫橫坡 什麼叫重坡 其實很好背 因為你只要會寫字你就會了 寫一個橫 寫一個橫 你就會發現 它到處都在垂直 到處都在垂直 所以垂直的叫做橫坡 你寫一個重 你會發現它到處都在平行 重 到處都在平行 所以 互相平行的就是重坡 所以你會寫字你就知道誰是重坡 誰是橫坡 要背好 要背好 什麼叫重坡 什麼叫橫坡 來 這個影片 是橫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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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坡 橫坡的重坡和橫坡 還是重坡 還是重坡 注意看看 它是如何發生的 橫坡 用手推拉彈簧一端 製造正坡 讓我們放慢速度來看 橫坡坡 彈簧的震動方向跟傳播方向 互相平行 這是重坡 這是重坡 這是另一個彈簧坡 有沒有看出它有什麼不同 它又是如何發生的 用手上下搖動彈簧一端製造正坡 放慢速度來看 彈簧震動方向跟傳播方向相互垂直 這是橫坡 這是橫坡 念十二 下列爾關坡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 何者是正確 停車戰界問 何者是正確 二九 二九號 誰對呀 又在對著我微笑 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焚無處化千了 縱使相逢 縱使相逢 可以是重坡 可以是橫坡 看你怎麼運動 所以都是錯的 水坡就需要水 不叫水坡 所以它是有介質的 所以它叫做力斜坡 所以我們答案呢 就選擇是A 這一段的重點 就是請你分清楚 什麼叫重坡 什麼叫橫坡 互相平行的叫重坡 互相垂直的叫橫坡 把重坡跟橫坡分清楚 就是這一段的重點 OK OK